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聲望 最近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滿意度大幅上升10個百分點 外界普遍認為 主要是因為蔡英文對中共當局的強硬回應 得到了臺灣民眾的認同 臺灣民意基金會21號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蔡英文總統的聲望從無敵反彈 滿意度大幅上升10個百分點 達34.5% 創下2018年6月以來新高 不滿意的比率也從6成降到4成8 而在蔡總統的兩岸表現上 滿意度更是激增18個百分點 不滿意度也下降了近17個百分點 此外 民調顯示 在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問題上 有6成8的臺灣民眾不贊成 而在一國兩制問題上 不贊成的達6成7% 《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因為在地方選舉失利 而面臨競選連任危機的蔡英文 這回拒絕了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國兩制的說法 反而在臺灣得到了跨黨派的支持 習近平北約2號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紀念會上講話 重新定義九二共識 強調一國兩制並稱不放棄武力統一臺灣 蔡英文隨機強硬回應 臺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當天下午她還強調 會用盡每一分力氣捍衛這個國家 15號 她在勞軍致辭時 更進一步提出了堅定守護國家主權 及安全的三個堅定 中國憲政學者陳永苗表示 面對中共的打壓 蔡英文應對得很好 蔡英文的強硬回應 得到了不少臺灣民眾的正面反響 有830位女醫師在兩家地方報紙的頭版刊登廣告 表示要捍衛民主臺灣 敦促讀者支持蔡英文 也有人在蔡英文的臉書留言說 不管你是不是她的支持者 但必須承認 她 蔡英文 臺灣總統 當今臺灣唯一 也是世界少數可以頂住所有壓力 敢直接向中國說不的人 還有人提到小英總統之前 曾引用前美國總統雷根的一句話 就是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談的 除了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的未來 是不可以妥協的 她感謝小英總統 今天仍在為臺灣價值而努力 而且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臺灣原住民代表也在一份聯合聲明中 拒絕中共武力威脅 更表示 守護母親土地的決心 堅持了數千年 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蔡英文21號接見了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 她表示 臺灣從來不反對兩岸的互動和交流 但中共卻企圖強加一國兩制方案在臺灣身上 她強調 這一代臺灣人有歷史使命 就是要維持臺灣民主不受威脅 蔡英文說 面對霸凌者 越是怯懦 他們會越囂張 陳永苗呼籲美國恢復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或幫助臺灣進入聯合國 讓臺灣更有能力應對中共的霸凌